卸捷中国客炒房大马,将禁外国人买碧桂园森林城市,马来西亚首相马哈的继日前暂停两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后27日再度宣布将禁止外国买家购入位于南部柔佛州由中国开发商碧桂园,先建的大型建案森林城市,同时也不会向外国人发放居住签证直言, 这些房屋不是为马来西亚人建造的,路透报道毕桂园在大马柔佛州新山地区取得20平方公里土地,将在这块与新加坡直线距离仅两公里的地区,斥资1000亿美元填海造陆兴建森林城市,号称中国房地产史上最大的海外公寓投资案,预计完工后可容纳70万居民,主要瞄准海力雄厚的中国买家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然而大马首相马哈大27日在吉隆坡一场会议上,为这项超大型建案投下震撼 但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个即将建成的城市,不能卖给外国人 我们反对,是因为这城市是为外国人而建,不是为了马来西亚人 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根本买不起那些公寓,我们绝不会对打算前来生活的人发放签证 据西该建案,目前仅开发部分区域每户公寓起价为25.8万美元 去年成交者,由于70%,为中国人马哈的对此直言 这不是中国投资,而是殖民,熟佛州,的大马人 也抱怨大批中国人在森林城,是买房令他们担心环境受破坏还忧虑 填海造地,对于业带来的影响 碧桂园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日前与马哈的会谈40分钟对于大马政府的禁授令 杨国强回应趁将继续投资碧桂园森林城市,负责销售的人士则表示 暂未收到停售通知,仍可正常向外国人销售 马哈的参选时就对森林城市等中资,参与计划相当警惕 更形容这是前朝政府将国家卖给中国的证据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森林城市建案,已再如火如荼动工